新政院公布205年的辦公日例 總放假天數115天 比今年116天少了一天 雖然數字看起來不多 但實際民眾怎麼想呢 很難過 因為我想要多放一點家 少一天應該沒有什麼差吧 其實沒差耶 對啊 因為我覺得少一天 跟多一天其實都沒有什麼 太大的區別 大部分民眾覺得不太有感 畢竟少了一天好像還好 不過行政院人事總書解釋 會有放假天數的差異 是與潤平年或元旦 是否在六日有關 實際上該放的假並不會被吃掉 而且總放假天數115天或116天 都是正常且合理的 只不過對一般老百姓而言 沒有彈性放假倒是很困擾 沒有彈性放假 如果假如說像我是台南人 然後來台北讀書 就反而比較沒有廉價回台南這樣 對 就一定要待在台北 不能回去返鄉這樣 為了不讓民眾補班太多 今年取消彈性放假制度 除了春節之外 沒有其他長天數連假 因此就發生今年中秋在星期二 民眾週末過完必須先上一天班 才能過節 否則只能自行請假 大大影響節日安排 不喜歡今年這樣子的模式 像我們這一次的話 它沒有連休 我們還是一樣自己請了一天假 而在2025年當中 總共有6個3日以上連假 包含三節 二二八 親密與國慶 而其中長達9天的農曆春節 是唯一需要補班的假期 不過可以特別關注的 就是明年中秋在10月6號 與國慶日相當接近 中間只需要請假3天 就可以再次擁有9天連假 或許可以好好安排 把今年沒烤到的肉 明年補回來 都是新聞 烈志豪 張曉菊 採訪報導